街头的茶馆里 是鹅肝毛饰碗小火锅 能有多快乐吗 哦 鸡爪子已经煮得泡泡的 番茄肉圆 超级酸臭 烟雾缭绕的 听到你们吃过 鹅肝豆皮配蒜苗的味道吗 Hello 这里是三个三 今天我们在成都吃一个茶馆风格的小火锅 鹅肝拼毛血旺 听着就很带劲有没有 走吧 让我们去吃一下 这家店的位置在天桥二楼 炙烤鹅肝毛血旺锅 再来一个番茄手工丸子 火锅里面玩烧烤 我真的超级期待鹅肝和毛血旺 拼在一块的口感 我中午饭就再吃啊 哎 毛血旺好像冒千层肚儿 哇 这个辣椒还挺多的 正好一口 非常妙 启启很有肉感的那种 还点了一个冒土豆片片 哇 它是这种瀑布土豆片 脆身脆身的土豆片 哈哈 这个才舒服了 烟雾缭绕的 这个丸子应该可以吃了 这种手打的肉圆 很细腻的肉粒 新碗的番茄的烤味 哇 我来看一下这个鹅肝 现在你们吃过 鹅肝豆皮配蒜苗的味道吗 第一口非常非常的肥美 这个夹着蒜苗真的还挺好吃的 黄猴和毛肚 午餐肉 还有很嫩的血味 这是我自己调的一个蘸料 嗯 这个毛血旺的味道还是比较正的 你再吃给我黄猴 小火锅的味道呢 就没有大火锅的那么 味特别重 特别麻辣 很香 小米辣午餐肉 打底的素菜有 豆皮 黄瓜 芹菜 豆芽 哇 番茄汤煮白菜 甜甜的 甜甜甜的 甜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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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夕阳晒到红温 赶紧吃口芒果冰酱 虫制提表温度 我家的小配菜放进去 这是一个麻辣牛肉 还有虎皮鸡爪 泡面加到番茄锅 吃的厚厚的味儿 都挂在上面了 我这个夏天 已经喝了无数 肚大酷饮料了 厉秋了 咱喝 把番茄面捞起来 零红枝子 多淋一点 哇 超级酸 丸子 哇 鸡爪子和牛肉 都在这儿了 哇 鸡爪子 已经煮得泡泡的 虎皮鸡爪 真的超入味儿的 皮鸡啡 麻辣牛肉 密密麻麻的辣 espect音 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的程度就是最好的时间段 不冷不热 阳光充沛 赶在冬天来临之际来成都玩是最好的 走进去就是春夕路吧 是吧 是的 我们就是从春夕路走过来的 吃个小火锅等会再散步散过去 好了 咱们今天就吃到这里啦 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